罵我的酸鸡就罵我的钥匙 第二次那检察官问我说我要告他 我说当然要告他 倒是讨厌 他就说他没有人力给我钱了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因为他比他奶磨鸡 我昨天倒酒我倒到这边了 他喝到这边了 所以他们酒是真的喝掉了 人家会说他随着蒸发 但是他会闻酒起来 因为我的古曼桶就是我妹妹 我叫他小曼 小曼 对 每个缝牌回来都要帮他取名字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小曼 因为他叫古曼桶 哦 小曼 我想就是叫一个好奇的名字 原来如此 放这个可乐是为了要给他们喝的 小曼爱喝是吗 对 他很喜欢喝喝 然后会准备那个粉红色的鞋子 是他喜欢的 你说小曼吗 对 不会太大吗 不会啊 那鞋子看起来像他的房子 他主要是住在这个牌里面 但是他的零体 他可能是这样那么大 你说跟这检差不多吗 没有 说不应比他更大 嗯 对 那他没有很大 因为我每次进来我看到他 就会有点小害怕 不要怕 好 再来就是最后一柜 潘因神 他蛮凶的哦 你看一下他红眼睛 然后他是从柬埔赛那边过来的 柬埔赛 对 柬埔赛 柬埔赛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战争 原本是一个佛像 他掉到那个河里面 然后血流成河 然后他眼睛懒红了 所以他算是节省 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因为他头上 你就在乱讲话 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跟你想把吵架 一定是因为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你到时候会很惨 你都会乱讲 真的不能乱讲话 因为 因为他那个是他的帽子 哦 他的帽子 谁是他的帽子 他喜欢螺旋 你真的不能乱讲话 你真的会被惩罚啊 姐姐很担心我背什么 没有啊 因为他们真的很凶 你有被他们凶过 帽子的凶子 都是我的钥匙 对 之前害我的很多 背时急伤 所以就这样子 好可怕 背 哦有有有 对对 我有听你讲过那个 真实爱你 对 很可怕 你会不会乱讲 好不讲 再来后面就是派趟的牌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派趟的供奉尊 分死他第二位要打 不是说之前有个司机撞到你 对 这个司机撞到我 然后他肇事逃一 然后我只是跟我拉屋一天 就讲一下说 诶 他肇事逃一 把我惩罚他一下 结果他 我就是告他 第一次没有出庭 然后第二次是你陪我去了 然后第二次那检察官 就问我说我要告他 我说当然要告他 肇事逃一 他就说 他没有人力给我钱了 因为他鼻子奶给我钱了 然后 Ella有看到他本人 他觉得说 跟当初看到那个司机 完全长不同人的感觉 因为生病了 然后完全 对 就因 所以是 这个人骨 那个 红色这个人骨 它里面有108条人命 那个108个人的骨头骨 会在里面 好害怕 对 很害怕哦 嗯 好 再来就是这个派趟供供奉尊 那为什么他很凶呢 因为他是Lady木 你有发现他是木头的吗 有 那雷劈木 为什么会很凶 你有看过那种抓僵尸的那种桃木剑吗 因为他就是被雷打到 所以雷的能量打在那个木头里面 那个树木还不会死 对 那个就是雷劈木 哦 就雷劈到木不是会烧焦 所以他就这个用雷劈木做成的 对 所以他更凶 因为 人家说雷劈木是辟邪的 是否有用那个法力把他灌到那个 辟邪的 木头里面 所以他更凶 他等于正负都有了 对 所以他里面是 是几位打产军的 饼在里面 我昨天倒酒我倒到这边了 他喝到这边 他喝满满的 所以他们酒是真的喝掉了 人家会说他随着蒸发 但是他会闻酒出来 哇 他叫什么 再看那个 对 然后他就是会喝 然后 他就是点那个烟 你不是看那个烟会往他身上 对啊 所以你说这次前两天到的 不是前两天昨天而已 然后喝点 会要晚上12点而已 然后现在 也是不过12个多小时 然后就变这样 好痛哦 将军对不起 不要再捏我了 我大概从两年前就开始供奉泰国的南川佛教的圣物 还有供奉尊 他起初为什么会想要供奉他们 因为太多人害我了 在2019年那一年真的是过了诸师不孙 在那一年我出了两次车祸 被那种合伙人啊 或者是经纪人害啊 吵之类的 然后被欠钱啊 被倒贷啊 然后再次被利用啊 再来就是又被员工背叛啊 什么之类的 因此有一个机缘就是我认识一个泰国的朋友 然后他跟我说可以请这个 可以帮我吃小人 然后殊不知我就越请越多 因为我从正牌上面都是正的嘛 然后我后来就是请到银牌 为什么会请到银牌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有缘 因为像这个姐姐 这个姐姐就已经跟了超久了 五六年了 就是在以前跟老天一起拍影片的时候 爆红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随便PO影片随便都会中 因为那时候就是公司有帮我接一个就是 佛牌的业配 然后去他们佛牌的店帮他打广告 然后他就说 诶我没有喜欢哪一块牌 叫我选一块 对我就选了他 对然后我就跟他许愿说 希望姐姐可以让我 失业一飞冲天 然后人气直上 对所以那时候跟老天拍了那个爱情系列的点律分享书都很高 那这块牌你请了他之后你需要付出什么吗 他其实是正牌 就是戴在身上就好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把它戴在身上 我是放在那个柜子里面 所以他算是我第一个接触的 其实我不太舍得去戴他 有时候戴在身上会有一些汗水啊碰撞啊 或者是你不小心掉了不见的时候 就会很心疼啊 今天听完这Ella辣尖庙整个所有的介绍之后呢 对于这间庙呢 我现在非常的尊敬他 因为我刚刚就是不小心开了一些玩笑之后 我现在手肘上开始有点痠痛 真的是哦 宁可信其友 谢谢姐姐呢 请的这些呢 好好保护我们这个家庭哦 所以难怪我们事业有成 然后大家评论也按按键看看 就是感谢由你供奉的这些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